当人类被AI改造,一个喷嚏就能放出大队杀人疯,这样的情景会让你感到害怕吗? 大家好,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,今天星星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部高分科幻片,升级。 故事发生在人类已经大幅度智能化的时代,男主角格雷是个朋克汽车机师,喜欢盗弄旧时代的老爷车,他和漂亮妻子过着神仙眷侣的日子。 这天格雷带着妻子去科技大佬马亦龙家,马亦龙正在玩云,他的云玩得比马云爸爸还好。 这个天才发明了一款划时代的产品,就是这个爬虫一样的智脑,马亦龙说这个智脑就是未来,有了它,你将可以秒伤马爸爸,看来马亦龙吹牛的功夫和马爸爸有利品。 回家路上妻子让格雷把汽车交给AI控制,这样他们就可以…… 智能知识汽车却突然失控,最后摔了个底朝天,正是一伙犯罪分子找了上来,警方的无人机也赶到现场,一伙人杀掉了格雷的妻子,接着把格雷也整成了残废。 出院之后,格雷成了一个活死人,每天坐着个宝宝车,还得靠母亲照顾他。 之后警方找格雷录供词,格雷询问女警探凶手身份,警探却说凶手可以屏蔽无人机的面部识别,所以警方仍在调查。 这里其实提出了一个问题,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,警方的破案水平会不断提高,但同时凶手的犯罪水平也会提高,未来的世界可能并不如想象中那样美好。 颓废的格雷尝试自杀,却被AI阻止送进了医院。 万年聚会之时,马一龙找了过来,他说智脑可以帮助格雷恢复健康。 于是格雷接受了智脑植入手术,智脑帮助格雷重建了大脑神经和身体的联系,很快格雷就能跑得飞起。 马一龙和格雷签署了保密协议,希望这件发明暂时不要被发现。 回到家中,格雷发现自己的脑中多出来一个声音,原来是智脑赋予了格雷另外一个意识。 智脑从无人机的监控中发现了凶手眼镜阁手腕上的记号,并很快复原了记号。 通过调用庞大的数据库,智脑很快查出了记号拥有者的信息。 顺着信息格雷来到眼镜阁家,在那里他发现了关于骨头酒吧的信息。 正在搜查线索之时,眼镜阁却回来了。 他发现了入侵的格雷并打算杀死格雷,紧要关头,格雷决定让智脑控制他。 智脑从数据库中提取出Chinese Comfort的身体动作,格雷瞬间李小龙附体,送眼镜阁理论和发。 警探调查眼镜阁凶案时,从监控上发现了格雷的录像。 他去格雷家探查,被格雷轻松应付了过去。 之后格雷来到骨头酒吧,杀害妻子的另一名凶手果然在这儿。 格雷几招节眷道打趴了凶手,凶手却不肯招供,于是他让智脑控制自己。 在凶手脸上随便闻了几个字,凶手终于招出胡子哥。 就在这时智脑却通知格雷,马一龙正在尝试远程关闭他。 格雷需要去找到黑客破解马一龙的操作系统。 格雷立马赶到黑客家中,与此同时胡子哥和同伙赶过来捉拿格雷。 胡子哥显然也是一位改造过的赛博人,在酒馆中老板和胡子哥起了冲突。 胡子哥朝老板打了个喷嚏,只见一群纳米杀人风飞了过去,可怜的老板都不知道发生了啥就去领了盒饭。 格雷赶到黑客家中,黑客替他黑掉了马一龙的系统。 这时胡子哥和同伙也杀了过来,但是智脑已经恢复,同伙被轻松击击。 格雷逃回家中,这时警探又找上了门,他在格雷家中安装了没有数字电路的窃听器,连智脑也无法侦测到。 之后智脑建议格雷主动出击干掉胡子哥。 格雷出门上路,却被警探跟上,智脑控制了另外一辆智能汽车,阻截了警探。 格雷来到胡子哥家中,从胡子哥口中他得知,原来自己的遭遇全都是马一龙主使的。 愤怒的格雷给了胡子哥一枪,但是胡子哥并不是普通的对手,两人都是一样拥有智能加持的赛博人。 胡子哥夜问附体,两人来了一出永春对结全道,最后小龙以微弱优势胜出。 干掉胡子哥后,格雷来到了马一龙公司算总账,马一龙却说一切与他无关。 就在这时,警探又冒露出来,他企图给格雷犒承手铐,却没想到格雷瞬间李小龙附体,一招就打爬了警探。 智脑试图干掉警探,却遭到了格雷意识的反抗,警探趁机用电击枪击晕了格雷。 这时马一龙终于说出了全部真相,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智脑策划的,早在两年前智脑就控制了马一龙,智脑需要一个抵触AI的纯洁身体,最后他选中了格雷。 很快格雷的身体就恢复了过来,他先是干掉了马一龙,接着又打算开枪杀死警探,这时格雷的意识又开始和智脑争夺身体的控制权。 一声枪响,格雷回到了医院之中,妻子也活了过来,但借着镜头一转,我们才发现那只是格雷想象的世界。 格雷的意识被智脑送去了那个虚拟世界,而智脑则借着格雷的身体开始了他的人生。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快点赞关注评论,让星星陪你一起拯救世界。